今天就讲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 我来了这边有一个癖好 很喜欢去垃圾站在那里收拾垃圾 稍后就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 第二样东西就是有些网友 经常都想我讲一下 伦敦有什么好东西吃 今天我也会稍微讲一讲 这边扔垃圾很麻烦 一个星期应该是两个星期 但是先扔一次主要的垃圾垃圾 有些很大件的 你知道搬屋过来有很多大纸箱 或者有些傢俱 有些大大件的法宝胶要扔的 很多时候就很难塞到那边 就是那个胶垃圾桶 要去自己车架车 在尾箱附近那些垃圾回收站 通常就在一个摊 就是离开一个摊小小的地方 一大大一个坑 一大一个坑 就不同分类去回收 我初头搬来的时候 我开始 经常都要去那里扔垃圾 我发觉这些垃圾站 通常都设计有一间小店 就是说有些垃圾 如果不是太过垃圾的傢俱 家品、电器 那里的那些员工 因为有些人会看着垃圾站 你不要扔 你不要扔那些纸箱 下去 扔那些电器回收的地方 教你怎么扔 那里的人就会看到 有些成余价值的东西 他就叫你不要扔了 给我行了 他就把那些东西 放在一间小屋里 就当是小店 全部都没有标价 你自己就去寻寻 很多时候扔垃圾后 就去店里 看看有什么收拾 我收拾到什么呢 让大家看看 其实差不多都是随意定价 我经验也是 都是两个价钱 一是5磅 一是8磅 那当然有些真的不一样 有些真的烂烂的 纳纳纳纳纳 那样的 但是有些呢 都还用得 你这里买傢俱 合理一些 就叫做看得下的 就是EKARE 就是现在的东西 那现在的东西 当然大家知道 那些质料 已经很一样 他真的设计过漂亮的傢俱 去百货公司买 就很贵 那些真古董的傢俱 也是很贵 不过真古董 现在都很少人买 那些人都不太喜欢那些 你选择不太多 但是你去这些地方 分分钟 有些是收拾到一些好东西的 一间屋里面 现在那些风格都流行 混合和混合 就是有些新 有些旧 那样 就比较interesting 不过一般来说 这些店铺 始终的员工 都不是主要做这些 有时是一般的 有个慈善机构 有个叫Airmas 主要是一些 就是给一些无家可归 就是香港叫做街友的人 支持他们 就是说他们 收拾了这些东西 就是把他们安装了一些 就是做干净 或者做一些修补 或者邀请街友 帮他们做一些 少少门市的工作 或者少少送货的工作 这间店铺 在全国各地 很多地方都有一间正式的店铺 有时真的有些好东西 因为它已经收拾到一个地步 是OK的 但是价钱又普通通 又不算很贵 大家要知道 在这里买现在 都不便宜 这些店铺 尤其是现在流行的 叫做mid century style 这边很流行 差不多 好像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我们小时候 那些傢俬 其实如果你去正式 那些high street 是绝对不便宜的 但是在这些慈善的店铺 相对便宜很多 如果合心水的话 其实也不错的 我之前也在那里 买了一个全身镜 有一个柜 500元港元 所以我觉得都想得过 挺有趣的 好像尋寶那样 另外 就讲讲伦敦吃东西 老实说 大家就不要当我是食家 我基本上 就只是懂得分 好吃和不好吃 我有时见到 有些人懂得喝红酒 喝了之后 就发觉 我们喝得出 2006年 那年雨水多 所以我觉得 这个 酱木味少了一点 但是 那些丹铃味 又比较重 我真的觉得 限违观止 我从来都不懂 我只懂得好吃和不好吃 说的 20年前 我初来这里 主要都是考试 顺道旅游 我当时 就在一间 在Piccadilly Circus 正正在Circus 最旺的圆环位 有一间叫Criterion的餐厅 就是英国名厨的Marco Pierre White 好像是英国第一个三星米芝林的厨师开 那间店其实不是十分贵 那间店是比较嘈杂 桌子都很小 很小 好像茶餐厅 我记得当年 一个年三十晚 我就去吃 吃了之后 就觉得 惊为天人 为什么可以西餐都这么好吃 因为我们以前在香港长大 就经常觉得中菜比西餐好很多 那我们当然 就是孤陋寡闻 没有吃过什么好的西餐 一个叫做French Toast 就是那种 就是有个 就是好像 流心蛋 那样的东西 接着有个 配了一个很香的 不知什么的菇菌 接着就有个炸面包 那些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那味就算简单 好像薯蓉 一味薯蓉 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那当然就不要计算那些 比如说 鵝肝酱 煎鵝肝 那就是各样非常好吃 那之后呢 我每次来伦敦都去吃 那有时候一个旅程 去几次 每一次都没有失望 以前的伦敦 就没有现在那么多种族 就是没有那么多种族的人 现在去伦敦 大家去吃东西 其实什么都有得吃 你看东伦敦 新的比较烈的地方 有些特别的市场 卖一些新的 就是那些旧衣服 就是那些旧衣服 就是那些二手衣服 那些 很多的韩妹 日本妹 来尋堡 那样 大家走完那条街 之后呢 附近就有个 就是有些好像street food 那样的摊档 有些是有盖 真的什么国家都有 就是韩式 韩式 中式 那些也不用说了 有些很多非洲国家 那些菜 有这个古巴的食物 有这个海地的食物 其实我都 上次都没有时间 去试这些食物 但是这些 就相当之有趣 大家要试 其实都相当之 多选择 那我晚上呢 就去了四一间法国餐厅 那现在的法国餐厅 跟以前的法国餐厅 真的很不同 就是很多fusion的东西 气氛非常之轻松 那些dress code 到现在 其实都很少地方有dress code 平日夜晚都不是很好生意的 那很有趣 就是主要呢 就是一台有我们 我和我女儿 那另外一台呢 就是一大堆 就是香港上等人 就是中年的 就是有些couple 就是那些太太 都是拿着手袋进来 那些 就是另外一台就是日本梅 就像一台本地人而已 那就是真是东升西降 那食物方面呢 就是我觉得应该都是好的 那样 那不过比起我当年吃的 那个criterion 好像呢 纯粹从食物那边呢 好像就没有那么好吃 自己吃东西就比较上 不是很重视那些presentation 但是现在这个 就是应该就说 它那间的米芝莲一升 两升 我忘记了 就是好像是有 总之有升的了 就算拿到之后 要保持住在 米芝莲的那本 那里呢 那应该是竞争很大 但是它有时候呢 那些花细呢 似乎真的多过头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那些食物很多时候 都是分子料理 要搞到它的样子很特别 这些这样的法国菜 要混合一些绿茶味 那变了呢 有些时候创新就创新了 但是呢 未必真是match到很好的 那变了你看上台呢 你拍照呢 用来上instagram 其实就相当之好的 但是有某些食物呢 好像就 味道上呢 其实就不是真的好夹的 那就是层次是够多 但是呢 那个夹的程度就不一样的 当然呢 就是那个 服务是很很不错的 那那个待客人呢 就是一个待客人 那他也很专业 那他甚至有茶饮 有中国茶 就是把那些茶match的食物 有点像是酒match食物 那样 纯粹用食物来说 你说是否真的好吃到不去不行 一定要去第二支 那我觉得是两体咯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大家呢 那大家呢 就给点意见啦 大家想不想听这些日常生活的东西 留言告诉我 好吗 那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